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非常感谢孙岛教授的介绍 也非常感到荣幸 能够跟布朗教授 梅耶尔教授和斯利姆教授 在一起共同出席这样一个盛会 正如刚才孙岛教授介绍的那样 我本人所工作的单位是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这个机构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 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重要性 它不但在培训中国高级的政府官员 而且它还作为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智库在存在 那么今天我想向各位 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报告一下 在能源产业角色下 这个视角下 我们来看中国的绿色发展 那么今天下午我的报告中 也有相当部分的内容 就是我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 向我们的中国的共产党 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所做的这个讲授 课程的内容 我想我们先看一下中国能源和环境的特殊性 中国能源环境的特殊性 大概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 形势非常的严重 而且情况非常特殊 情况的特殊在于什么地方呢 我想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社会 在过去30年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那么只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 就可以证明 也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GDP的总的规模 超过了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全世界第二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它所依据的能源 也就是我们讲的能源的结构 能源的结构 70%是在燃烧煤炭 由于这种非常特殊的能源结构 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把能源和环境这两个问题 紧密的联系起来了 一方面 这个经济的快速的发展 长足的进步 需要大量的能源 另外一方面 在生产出大量产品的同时 污染形势污染的形势 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简单的一个比较 是吧 那么上面这是 全球能源消费的一个结构 那么右边是美国能源消费的结构 下边是中国能源消费的结构 我们跟全世界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 正好是相反的 世界的结构和美国的结构 煤炭只占百分之二十几 石油天然气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煤炭将近占了百分之七十 其他能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这张图非常一目了然 非常简明的就告诉大家 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的联系 好 那么中国每年要烧多少煤呢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数字 2010年 中国燃烧了三十亿吨煤 燃烧了三十亿吨煤 情况的严重性 情况的严重性 使得这种长期以来 以煤为主的这种能源结构 它的结果是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 中国环境迅速恶化 目前中国国土一半以上 遭受酸雨的侵害 重工业 化学工业 水泥工业 制造业 大量的燃烧煤 煤炭 酸雨非常严重 那么在具体 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种严重的形势 使得中国政府 在治理环境 在改善气候变暖 这样严重的形势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困难 面临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这样的压力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是中国国内的压力 中国的国内的压力 最主要的矛盾是 经济 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和环境治理之间的这种 尖锐的矛盾 另外一个方面 是中国政府 在国际社会 所面临的压力 一方面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 和最强大的 制造业的国家 它要向国际市场 提供越来越多的 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 另外一方面 它却不得不在 这个制造的过程中 把能源的消耗和污染 留在中国国内 自己的国土上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这里边 非常对不起 由于技术原因 上面出现了 一些文字上的 一些毛病 给两个大家非常陌生的 奇怪的 very stranger words 就是这个 隐性能源 和隐性的碳 简单说一句话 就把它说明白了 就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 是在中国国土上完成的 可是这些产品呢 销售到了欧洲和美国 终端的消费者 在欧洲和美国 可是生产过程中 要大量消耗的能源 是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 而大量因此导致的 污染和CO2的排放 也发生在了中国国土上 这个就是说 这个能源的消耗 和碳的排放 被留在了中国 而产品到了美国和欧洲 消费 或者到了日本来消费 消费者觉得 哦很好啊 不错呀 中国生产的产品 还是物美价廉呢 那么我们从历史上 来看一看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 工业化国家 其实在1900年到2004年 这100年的时间里 全球累计的CO2排放 60%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其中呢 最大的排放国是美国 但是我仍然愿意跟大家 讲明的是 2009年 中国成为了超过美国的 碳排放的第一大国 碳排放的第一大国 那么相关的 中国学者相关的研究 就会发现 我们刚才谈到的 隐性碳和隐性能源的问题 在1997年 到2006年期间 在中国对外贸易的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中 它的比例超过了25% 更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刚才 在萨利密教授的讲演中 提到的 亚洲城市化的进程 这一个进程 在中国过去30年里 我们看到了 飞速的发展 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的一位朋友 也是美国的一位学者 李坎如教授 他曾经把这个 这个现象 用一个简单的数字 说明白了 他说 过去30年 有两亿中国人 从农村 进入了中国的城市 在未来30年 还有两亿 三亿 甚至更多的中国人 将从中国的城市 农村 进入城市 这样子的城市化的压力 用一个更简单的数字 就能说明 中国政府 每一个月 要制造 建设 一个100万人的城市 这个进程 要连续30年时间 我想这样巨大的 城市化的进程 是全世界 世界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 没有见过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矛盾 正如上位三位学者 他们用哲学的语言 告诉我们的事实是 我们的矛盾 实际上是在发展 和保护地球之间 出现了这样 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矛盾 在我个人 目前认识看来 我还没有找到 很好的办法 那么还有一个 非常严峻的问题 是 目前中国 在整个世界经济结构中 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是在短时间内 无法改变的 尽管过去十年 中国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在不断地说 中国社会 要变成一个创新的社会 中国的工业制成品 要增加它的产品 要增加的产品的附加值 要提升中国产品的 这个结构 要提升中国制造业的 这个水平 科技的水平 但是 我个人认为 中国 在当今世界结构中 它扮演的这个角色 不是短时间 五年 十年 能够解决的 不是短时间 能够解决的 那么这种情况 最近 这个中国的环境部部长 周生贤先生 他在一次重要的官方讲话中 一句话 说得非常的明确 说过去中国五千年历史以来 中国历史的五千年 这个历史以来 人和自然的关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紧张 人和自然的关系 在过去五千年以来 在中国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 这个讲话 这个结论 正好就契合了 上面三位学者的讲演的内容 那么我们现在试图 做一些什么 中国的政府也是试图 要做一些什么 当然 就是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也就是今天我们会议 谈的主题 也正式 叙消子财团 出版的这部书 他所要谈的主题 我们总要想出办法 我们要找一条路 找一条路 是什么呢 绿色经济也好 低碳经济也好 总之 我们要改变 人类生存的方式 从而改变 经济发展的方式 中国政府 在过去做了些什么呢 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年期间 中国政府提出了实际上是 很严格的减排的指标 那么到去年 今年的中国人民人大开会的时候 中国政府告诉全世界 这个指标 基本完成 大家注意 是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的概念就是 还有很多方面 存在不足之处 在其他方面 中国政府 也参与了 一系列的 这个 应对气候变化 节能减排的国际合作 我们在过去几年 也参与了一系列的 这样的进程 那么后边 所以在第三部分 我们想着动的 说一下 谈一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新的绿色产业 低碳产业 在中国的发展形势 新的绿色产业 和低碳产业 在中国的发展形势 我自己有一个 非常不成熟的 或者说 还没有 不是最后结论的 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这个 Climate Change 这个话题 气候变化 这个话题 在过去十年 特别是在最近五年 越谈越热 越吵越热 围绕着这个 Climate Change 这个话题 正在产生出 一个新的产业群 Industry Group Industry Group 这个新的 New Industry Group 新的产业群 我们会发现 它的上游和下游 联系起了 在这里边 我们谈到的 诸如生物 这个网 Internet 是吧 金融 等等 一系列的产业 把 通过这个话题 这个新的产业群 把它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以后 到今天为止 这个新的产业群 已经开始 发挥 巨大的效能 每年 在全世界 开始产生出 上万亿美元的产值 GDP 那么我们 看一看 这样的一些新能源 这些绿色经济的发展 我个人 说句实话 说句心理的话 我个人对新能源的发展 不是持乐观态度的 那么如果这张图 是吧 这张图 我们来做一个参考 在2010年 这个坐标上 我们会发现 新能源 基本上 还非常的弱小 新能源的弱小 我提的 我的自己的意见 不知道各位同意不同意 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是技术的 新能源 还有很多技术的瓶颈 没有突破 第二个原因 我过去十年 在研究 新能源和环境 那么我们有一个词 叫生命的全周期的评价 生命的全周期的评价 比如说 比如说 酒精 或者叫乙醇 乙醇 加入汽油 汽车的油箱 这个乙醇 它在汽车加入乙醇之后 它排放的CO2 是清洁的 可是当我们把乙醇 放入生命全周期 进行评价的时候 它们生命全周期的起点在哪 在开垦森林 获得土地 种植玉米和甘蔗 然后进入工厂 榨取乙醇 乙醇上市场交易 消费者把乙醇加入汽车的油箱 这才完成生命全周期 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张表上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新能源 到今天为止 生命全周期的评价 都没有超过石油和天然气 都没有达到石油天然气的效果 和效率 对地球的 地球资源 地球环境的保护 甚至于也都还没有达到 石油天然气的水平 第三点 我个人作为一个 国际关系的学者 特别在意的是 传统能源 也就是煤炭 石油天然气 这些东西 它跟新能源的关系 在市场上 和政治的两个层面 实际上是一种博弈的关系 是fighting each other 是博弈的关系 今天此时此刻 国际油价不到100美元 那么所有搞新能源的企业 都非常的不高兴 为什么 油价太低了 2008年 油价上升到147块美元 一统的时候 新能源的企业 激起了热情和冲动 为什么 有机会可以进入新能源的行业 去投资 去发展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 这个博弈 fighting each other 这个进程 什么时候才能水落石出 才能看清楚 不知道 中国的情形怎样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2009年的 全世界的新能源的这个 份额 的一个图 这是中国 中国很小 只有3.1% 新能源 只有3.1% 但是 这张图告诉我们 尽管到目前为止 中国新能源 在整个结构中 仍然很微弱 可是2005年到2010年 短短5年时间 中国新能源的发展 却发展的速度比较快 发展速度比较快 那么我们再看 这些图 还有一些国际比较 我们也能看到 当前的这种 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情况 那么这一张呢 是从风电这个角度 这个风电这个角度来看 一个新能源的领域 我们来看 中国的增长速度 是非常快的 这张图已经陈旧了 告诉各位 2010年 中国已经成为 全世界风电装备 制造最大的国家 已经超过美国和德国了 以电力行业为例 以电力行业为例 在与此同时 发展新能源的同时 中国在过去几年 中国在过去几年 已经成为 超过美国的 世界最大 规模最大的发电国 这个电网规模的国家 已经成为 水电装机容量 最大的国家 也已经成为 核电再建规模 最大的国家 那么同样 是在过去几年 中国把大量的 效率很低的 排放CO2 二氧化碳排放很高的 小型的 燃煤电站 热电站 不断地关闭 关闭了多少 关闭了六千万千瓦以上 关闭了六千万千瓦以上 同时在发展 各种各样的 新能源 来获取电力 来获取电力 那么在其他方面 我们给大家几张 很好看的 这个PPT的图 也分享一下 这是电池汽车 我顺便 批评一下 电动汽车 我在几乎在全世界 各个国家 在谈到环境 和新能量问题的时候 我本人 对电动汽车的发展 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至今 解决不了电池的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 电池生产过程的污染 我们也解决不了 也没有人在设计 当全世界 有一千万辆汽车 或者一亿 一亿辆汽车 都使用了 都变成了电动车 使用了电池燃料以后 每年淘汰下来的 废旧电池 我们将如何处理 电池的降解技术 处理技术 和电池生产过程中的 巨大的污染 在汽车行业 他不考虑 他不考虑 中国政府 每年现在也在投入 数以百亿计的资金 去扶持 电动汽车的生产 我想在美国 日本和德国 这样的汽车先进的国家 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 到处去请教 科学家和工程师 电池的生产过程的污染 和电池处理过程的污染 我们将如何面对 这是一个 低碳程式的设计 我们过一下 生物质气发电 我们都过一下 这个还有CCS 碳捕捉 这是在英国 是在梅尔斯教授 他的祖国 英国最先进的CCS 这个idea 也是从英国来的 但是我不知道 CCS对中国很重要 因为中国大量的烧煤 中国最需要的是CCS 可是当中国的 国家电力的这些企业 试图做一些 试验项目的时候 发现不但技术上不合行 经济上也是 无法承受的成本 我不知道 这样的好的技术 真的在实际的生产 过程中怎么使用 不知道 I don't know 电动汽车 依然是电动汽车 然后我们设想的 环境改造之后的 美丽的生活的家园的远景 这又是中国 我刚才说到 最大的风电 市场和制造 那么下面 我专门要有一点点的时间 给各位分享一下 在日本地震之后 核灾难 这次日本核辐射之后 给整个国际社会 关于核电 生产 我个人的心得 因为大家知道 这是 中国沿海 已经建成的核电站 这张图 是包括 在建 包括在建的 中国目前在建的核电站 这张有点问题 sorry 有点技术问题 有些数字没有出来 我简单说 我简单说 OK 中国目前 已经投产 13座核电站 再建多少 再建28座 13座加28座 一共41座核电站 整个的装机容量有多大 超过4000万千瓦 如果没有这次 日本的核辐射的 这个警告 中国将在未来 10年之内 中国核电站的装机容量 将超过7000万千瓦 也就是说 在10年 或者顶多20年之后 中国一个国家 它所拥有的核电站的 总量 超过世界总和 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 总和 我个人 非常的担忧 我是非常担忧的 我担忧什么呢 我担忧 日本这次核辐射 告诉了我们一个知识 一个常识 是什么 人类文明 发展了一万年 到今天为止 人类文明并不能创造出 一种产品 或者一种东西是 万无一失 是不可 没有 我个人记得 当年苏联 在发生 切尔诺贝利核 事故的时候 欧洲有一位 德国的 政治家 曾经说过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 缩影 因为苏联是个 共产主义的体制 所以它就会发生 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的事故 我个人是做国际关系的 我当时也认为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恰恰成为了 苏联政治解体的 前奏曲 可是此后 在美国 在印度 最近的例子 是在日本 日本是这样先进的 核工业的国家 核电力的国家 可是仍然发生了 这么严重的 核事故 我就想 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 它不是个政治问题 人类文明 到今天为止 没有能够制造 和生产出来一种 万无一失的 百分之百可靠的 产品或者制度 因此最近 各位看到 在国际社会 所有有 有核电站的国家 变成了两派 德国 瑞士 已经率先 提出禁核 日本的社会 也在讨论 日本的核电站 要不要继续发展 意大利 基本上倾向于 禁止核电站 但是我们看到 在法国 我去年秋天 在法国工作 六个礼拜 我专门去 访问了 在诺曼底的 弗拉曼维里 的正在 再建的核电厂 一百六十万 单机 装机 两台机组 一模一样的工程 在中国 广东的 台山 也在同时建造 可是就在诺曼底旁边 一百公里之遥的 布列塔尼半岛 那个地方的公民 几十年以来 禁止核电站 那个半岛上 一座核电站 没有建立起来 其实在法国 全世界最大的核电国家 所以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 我非常感佩 中国政府 在日本海啸 和这个核电站事故 发生之后 它所持有的这种 理性和冷静的态度 就是 马上停止 再建的 核电站的工程 进行重新的检讨 马上重新来检讨 没有投入计划的 和没有投入生产的 建设的 这些核电站的 计划的工程 这些项目 但是中国 未来要发展清洁能源 要取得清洁的电力 要不要继续发展核电站 也是在 重新的思考 重新的思考 那么最后 我想 跟各位 作为 我本人这次报告的一个总结 就是 中国 确实处于一种 非常深刻的 经济社会发展 与能源消耗 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第二 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出路 是改变发展的模式 改变我们生存的方式 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 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 当然包括新能源 绿色经济 低碳经济 这一切美好的事情 尽管这些美好的事情 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美好的现实 第三 我想 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 乃至于中国的每一个公民 目前最要紧做的事情 其实可以切实可行做的事情 可能仍然是在 提高能源的效率 从每一个个人做起 节约能源 减少排放 做我们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 唯一可以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